大家好 我是胡伟 欢迎来到Black Hawk 花语部的祝日敬拜 今天带大家一起 不管是新朋友 老朋友 欢迎你们 并且大家平安 美国是一个很喜欢体育活动的一个国家 很多人对体育活动非常的热衷 他们可能是这个team的fan 或者是那个team的球迷 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至少支持一个球队的 请举一下手 还不少 其他许多的人可能有其他的兴趣爱好 如果到那边那个美国堂 恰是问这个问题 我估计有一大堆的手都会举起来 有时候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支持一个球队 然后你高高兴兴地穿那个球队的球服 然后跑到球场去看球 然后你坐在那里 突然你就发现 你跟周围的反应都不一样 你编上那群人 当那个球队赢的时候 他就耶 然后那个球队输的时候 就喝倒彩 然后你呢 正好是支持另外一个球队 所以你的反应跟他们是完全相反 完全相反 这样的情况下非常的尴尬 你觉得说 今天我可能坐错位置了 我应该坐到那边去跟那个球队 跟我穿一样球服的队员坐在一起 我们来看一个图 这是有些人拍的一个照片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坐在一堆跟你不一样的球迷中间支持另外一个队 所以当你在兴高采烈的时候 所有其他的人都在看你说 这个人为啥这么高兴 我们都不高兴 因为这个球队正在输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 经常也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可是我们已经属于天国 所以我们想的 我们所看重的 我们的价值观 都跟其他人已经不太一样了 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弟兄姐妹在一起 我们的思维是一起的 我们跟得住 我们有自己的使命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的就是 跟这个世界之间一定的张力和挣扎 我们这个系列从秋天开始到 现在已经第四讲了 前面一共讲了三讲 这个系列是叫 得着能力 实践使命 直到地极 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 让我们在地上建立他的国 那么我们一开始呢 第一章 他给我们 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身份是使徒 我们是背负使命的耶稣的门徒 基督的跟随者 所以使徒定义了我们是谁 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使命 让我们在众人面前做他的见证 直到地极 在地上帮助建立他的国 那么我们不是自己 自己 凭自己的能力 凭血气来做这个事情的 第二章的时候圣灵出现 五行节的时候 圣灵从天降临到众门徒身上 赐他们能力 让他们在众百姓面前 用各国的语言和方言 可以讲述论证神的道 并且做他的见证 把荣耀送赞归给神 众人就非常稀奇 所以那个时候有三千个人信了主 接受了福音 所以这一章也给我们显示了 教会初期建立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征兆 教会是一个多言 多民族 多文化的一个国度 在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 那么到第三章 我们的彼得和约翰 就在圣殿行了一个神迹 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 这是在众人面前为神做了见证 这样的见证吸引了很多人惊奇 然后彼得就借此可以向大家传讲耶稣 并他死里复活 将来的荣耀 并且耶稣给我们众人计划 这是彼得在众人面前又一次讲到 第三章跟第四章 今天我们讲的内容是完全连贯 就像一个故事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 所以其实并不是分开来看 我们就延续从第三章到第四章 但这个时候这个世界的权势 和世界的文化或者思维的方式 就已经跟基督产生了冲突 已经开始排斥这两个门徒所做的一切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第一节 使徒们正对群众讲话的时候 祭司圣殿的守护长和沙都该人来到他们那里 因为使徒教训群众 并且传扬耶稣从死中复活 他们就非常恼怒 于是下手拿住使徒 那时天已经晚了 就把他们拘留到第二天 然而有许多听到的人信了 男人的数目约有五千 好 我们首先来看 那天他们传扬的东西 显而易见的一个神迹 在圣殿之前 那这些祭司和圣殿的守护长 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是运作圣殿的 他们是引导以色列人 一起来敬拜神的 他们是神职员 他们是宗教的权威人士 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如果你的心意是定睛在神的前面 当有一个神迹形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会是什么反应 你应该是很高兴的对不对 你应该是说 Hallelujah 感谢赞美主 你又借你大能的手 又神了这样的神迹 你应该是很想把这个神迹 传扬到各处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你应该是非常的高兴 在那里赞美敬拜主 因为神又赐下这样一个神迹 显他大能 可是他们的反应是恼怒 为什么他们会恼怒呢 因为有一点就是 当时使徒们在里面要讲 耶稣基督死里复活 第一个他们是一起背弃了耶稣 拒绝了他 把他定在十字架上的人 所以这个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他们是不高兴的事情 第二个他们想象中的死里复活 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影响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 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 当时第一世纪说到死里复活 就是于是神要来到这个世上 颠覆这个世界的次序 纠正以前一切的错误 那他们的权力和地位 可能会受到影响 如果百姓都不听他们了怎么办 现在因为神已经来了 耶稣基督已经被他们定死 可是他宣告他是神 那么百姓可能就要听耶稣基督了 那么你们这些宗教的领袖怎么办 所以作为宗教的权威人士 在这里面不对神迹 性高采烈 欢呼 赞美 反而只想到的是恼怒 所以天已经很晚了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们就先把他关进监狱里面 第二天再说 这里面我就看到有两类人 两个反应 两个反应 一个是宗教领袖 反而对这个神迹 产生很恼怒的情形 而另外有五千人 五千人 而且只是男人的数目 听而欢欣就接受了主 这是在五星节三千人之后 又一个伟大的圣力 所以我们看 耶稣的福音传到世上以后 已经开始把人群分开 已经有两个反应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对他 都是两个选择 你接受他还是你拒绝他 那么后面形成的一系列 因此的后果 也是自己的选择 我们来看继续的故事 第二天 犹太人的官长 长老 金学家 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还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 约翰 亚历三大 以及大祭司的家人 所有的人都在那里 他们叫使徒都站在当中 查问说 你们凭着什么能力 奉谁的名做着事 当时彼得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说 民众的领袖和长老啊 我们今天受审 如果是为了那在残疾人身上 所行的善事 就是这个人怎么好的 那么你们各位和以色列人 全民都应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 这人好了 是因拉撒了人 耶稣基督的名 这位耶稣基督 你们把他定死在十字架上 神却使他从死里复活 这耶稣是你们建筑工人 所砌的石头 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 以前旧约经文大家熟悉的是 匠人所砌的石头 成为房角石 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们再来看看在这里面 两群人 他们之间的 犹太人的官长长老 经学家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所以官长长老经学家 再加上大祭司 这是一个很大的场面 对不对 当时这个情况 这些人是政治和宗教的领袖 所以你感觉上就是 这两个伸斗小民被遭到国会山 站在一群大官的面前 要面对他们的质问 这是一个很大的审讯 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怎么样 如果前一阵子有有名的 那个Blue Chip的四个大的公司的owner 被叫到国会山去停证去了 那个场面是非常尴尬的 就是被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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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回答甚至于 那些官都不听的 他只是想问完他的问题 当然跟大选有关系 但是这种场面 很多人估计是战战兢兢 不能承受的这样的情况 那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要问的问题 关心的是说 你们凭着什么能力 奉谁的名做这个事情 有意思的就是这个 他们不觉得这两个 愚妇出身的 没有学问的 好像就是说 没有什么背景的名望的 这样两个人 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问说 你们背后是谁 是谁派你们来的 你们奉的什么人 什么的能力 权柄做这个事情 所以彼得 彼得就是被圣灵充满 彼得被圣灵充满 就对他们这样争辩 彼得有没有害怕 没有害怕 彼得就借圣灵的能力 就侃侃而谈 直接一针见血地指点 他们里面的问题 就是他们审讯他们这件事情 本身是不符合神的教导的 第一 他们今天受审是为了那 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 这个知己要害 为了为这个残疾人身上神的善事 这个神迹使他被医治 使他得完全 你们把我们关了一晚上 然后今天你们要来审讯我们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对不对 不合逻辑 为什么行的善事要被这样的惩罚 然后又再次高级耶稣基督的名 对他们说 这人好了 你们都知道 因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我们是奉拿上了耶稣基督的名 就是那你们定十字架 然后审使他从死灵复活那样的名 这又是那个经学家和这些宗教领袖 不想听到的东西 下一页 然后这里面这段经文 大家很熟悉是诗篇一本 118篇的 诗篇118篇是怎样一段经文呢 是一个引导以色列人百姓 还有他们王代的他们 敬圣殿 敬拜神的这样 这段经文很有意思 这段经文 他们穿插在很多赞美歌颂神的那个诗歌里面 有很多重复 比如说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 等等等等一直下来 到这里突然就出了这么一句 为什么知道这句是指耶稣基督呢 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他传道的三年半里面 他自己用这段经文指指他自己 同时门徒在各福音书里面也都指到了这一段 这是预表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弃的石头 但是成为了新的圣殿 神要把旧的圣殿打倒 建起新的圣殿来 他要在新的圣殿里面与人一起统住 新的圣殿里面 那个仿角石也是奠基的石头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 对其他中间来说排他的一个宣告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别无拯救 只有这条路 道路真理生命就是耶稣基督 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你得救 这个对很多人是一个不太能接受的 比较宗教嘛 你好大家好 你是佛教 我是道教 对吧 大家就比较 都是探讨神嘛 对吧 谁高谁低 所以基督教的宣称 对很多人来说是比较困难 有些人会 因为大家都是想美好的 要跟神接触 更高之处 然后更美好的境地 那你说你一定要信耶稣 才能够进到那个地方 那对很多人是一个困扰 他可能就比较难接受基督教这样一个说法 那基督教以前传教的时候 可能也是帮助带来了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听到的传统的论论里面就是说 信耶稣得永生 这是经常听到的一句口号 另外就是说 你们要悔改 忏悔 然后耶稣基督他在十字上死了 这都对 然后他的复活以后 他的宝血要遮盖你的罪 所以你的罪被赦免 因此你死后可以进天堂 这是另外一句话 就是死后可以进天堂 很多人对天堂这个概念的理解可能有偏差 所以天堂是怎么样呢 人家说天堂那里怎么样 天堂是无忧无虑 就是没有痛苦 好得无比的生活 你在里面是非常高兴的就是 就是天堂 那天堂又在世事文化里面被跟其他一些东西引用 就说就像在天堂一样 对吧 这样你就概念就混淆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比 到底什么是天堂 左边那个 是很多世事文化里面到想象中的天堂 这只是个概念版 爱吃零食的 你看左边那个一架子的东西 你就觉得好像到了天堂一样 你想要什么都有 爱车的 爱美食的 爱打游戏的 还有其他各种东西 你就觉得说那是天堂 好得无比的地方 我在里面无拘无束 想做什么都行 就是特别美好的地方 那耶稣基督成为什么 你一定要信耶稣基督才能进去 就像耶稣基督是门口收门票的看门人 他不让我进去 我非要信他 我非要买他的票 才能进去 Why 你心里肯定都不高兴 所以那个角色的判断 你就对这个有反感 为什么要信耶稣才能进天堂 实际上天堂是怎么样 你要从圣经它的教导来看 实际上天堂是神的国 这也是概念版 我们并不知道天堂长什么样 可是当天堂降临的时候 里面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几点 特征是什么 第一天堂是神的国 他是神的国 神的国里面有谁 神 而且耶稣基督是在宝座上的君王 那是他的国 他是君王 然后 这里面最大的福利 不是这些东西 不是美好的生活 不是永远没有疾病 没有痛苦 甚至都不是喜乐 最大的福利 因为神跟我们同在 我们跟他面对面 一切的奥秘都向你显明了 这个是最大的福利 其他都是顺带的 所以如果你认识神将来来的那个国 这个天国 这个天堂 是这么概念 你没有问题 接受你要信耶稣 很多人在美国 现在已经移民了 有些人在想移民 你很理解这个东西 你要移民的时候 你要向美国宣誓效忠 对不对 你如果不宣誓不效忠 又想享受美国的一切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天国就是这个概念 那向耶稣基督这个君王 献上你的效忠 成为他的仆人 并且能够享受与他同在 一切的喜乐 和其他的福利 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们就看到这里面 有两种人 我们看到神的道传下来以后 就把人群分开了 第十三节 他们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 也知道这两个人是没有学问的平民 就很惊奇 同时认出他们是跟耶稣一伙的 又看见那衣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 就没有话可辩驳 于是吩咐他们到公议会外面去 彼此商议 说对这些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因为有一件人所共知的神迹 借着他们行了出来 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就知道 我们也无法否认 为了避免这件事情在民间越长越广 我们应当警告他们 不许再奉这名向任何人谈道 于是叫了他们来 严禁他们再奉耶稣的名讲论教导 彼得和约翰回答说 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神 在神面前对不对 你们自己说吧 我们看见听见的不能不说 众人因着所发生的事情都送赞神 于是公议会为了群众的缘故 也因为找不到借口惩罚他们 就恐吓一番把他们放了 原来借着神迹一好的那人 有四十多岁了 我们看看两个人群之间不同的反应 第一一边显然是彼得和约翰 作为耶稣的门徒 也是他使命的执行者 他们是大有胆量 一看一开始他们就惊讶 这个没有学问的平民他们的胆量 胆量这个词在里面用的挺好 就是勇气 大家是不是有这个感受 如果说胆量的话就是勇气 这个人胆子很大 他敢去摸一下老虎 勇气 但是这里面他们显现出的 这个勇气和胆量更像是信心 因为勇气是一种 可能是一种情绪 是一种情绪 就是说今天我觉得无所畏惧 明明知道不能做的事情 或者说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 会去尝试一下 这个感觉是勇气 信心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大卫 在面对巨人哥利亚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他很难战胜的时候 大卫是怎么来显示他的信心的 大卫说你是靠刀枪剑戟来攻击我 我是靠万军制耶和华的命 就是你所鄙视的以色列军队的神来迎战你 今天耶和华必把你交在我手中 我必杀死你 砍掉你的头 用非力士军事的尸体为天上的飞行和地上的走手 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有神 这里所有的人都必知道耶和华拯救人不靠刀枪 因为他掌管战争的圣父 他必把你们交在我手中 这个是信心 他不是盲夫之勇 他是因为借着他对耶和华的信心和了解 他知道耶和华是掌管万物的主 他掌管战争 所以我不可能输 这些事情就像亲眼所见一样 遇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一件都不落空 那彼得和约翰也是这样 今天不是说他靠着血迹之勇对这些说话 那反过来这些精血家 这些宗教领袖 位高权重的人 他应该很有power 他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 这些人他们现在其实反而有点惶恐 他不是很确定他要做什么事情 他把他们先送出去了 开小会 这个审判休堂了 然后法官和律师都到后面去开会去了 我们怎么办 第一个就说怎么办呢 你看他们是很困惑 他们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神迹是大家都知道的 这么多人都看到了 无可否认 然后呢 他们又挣扎 因为说为了避免这事 民间越长越广 因为这个神迹 是帮助所谓他们想抵制的 耶稣基督的道 神国的道 所以他们不想这个事情发生 那么他们就想警告他们 再看下面 然后把他们叫来 他们这个try number one 师徒一下 说不许 严禁 就是用他们的权力去压他们 彼得和约翰一样 无所畏惧 因为他们有信心 他说听从你们 还是听从神 你们都是神职人员 对不对 犹太是敬奉耶和华的 听从你们还是听从神 在神面前对不对 这话说得很清楚 你们自己说吧 我们也不价敬你 我们也不判断你 但是你们自己说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见的 我们听见的 很见你 不能不说 所以他们的信心 我们知道 大卫的信心是因为敬奉耶和华 他有他的启示 他有他的末世 他看到他的作为 他们的信心来自三年 和耶稣同行 他们是他的门徒 他见到他的神迹 他见到他的骑士 他听到他的教导 而且看到他在十字架上钉死 然后死里复活 这门徒这时候 在五旬节又接受圣灵以后 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定 胜过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 经常还打个盹 有时候就是说 心里都迷迷糊糊的 不知道在做什么 问什么问题 这个时候他们非常的清晰 所以当他们很清晰 他们要做什么时候 他们能够看到前路 要做什么时候 他们就不会困惑 他们不会胆怯 他们是蛮有能力的 做他们要做的事情 耶稣的到来到世上 有两个反应 然后顺便的 也把世上的人分成两群 彼得和约翰 他们为了群众的缘故 也不敢 不敢惩罚他们 为什么呢 我们看在对比的时候 我们就能讲清楚了 下一页 彼得和约翰是普通的渔夫 圣斗小民 没什么知识的 不是有名的大学者 宗教领袖等等等等 相对来说 祭司 长老 官员 还有文士 他们是宗教政治的领袖 是当时说话算了的那种 位高权重的人 但是彼得和约翰 他们因为为神做见证 他们是蛮有信心的 他们是奉着神的权柄和能力做事 你知道这个是 永不败 不会失败 然后他们因为明白神的旨意和使命 所以他们的前路 对他们是很清晰的一条道路 他们可以完完全全的 就按照那个往前走 没有困惑 没有困扰 祭司 长老 官员 他们其实那时候 以前大祭司是侍奉神 带以色列人敬拜神 所以他们是 他们民众和神连接的 他们是神的代言人 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腐败堕落了 他们其实他们的职份是什么 他们是奉 罗马的民来治理百姓 他们要帮罗马政府收税 他们要安抚民众 防止百姓暴乱 或者民众就是说 所以对耶稣基督的这个 要把次序翻转的事情 他们很困扰 他们要抵制 他们不是奉着神的权柄 他们奉着地上的权柄 罗马政府撤封他们 或者是把他们放在这个位置上 同时他们还要得到百姓的认可 这就是为什么 虽然他们想搞彼得和约翰 但是他们不敢 因为百姓认可这事 圣殿面前有很多的百姓都看到了 所以这件事情传遍耶路撒冷 他们不可能因为这个神迹 这个医治的神迹而处罚他们 他们要维系百姓对他们认可 否则罗马政府可以换别的人来 所以他们要保住的是他们自己的权利 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同 所以他们只能用人的算计 他们不是看神要我做什么 他们不是寻求神要指信的方向 所以我们就照这个去做 他们都是一些政治手腕和算机 你看到他那些人在那讨论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两个人群 因为神的道分开了 其实这里面只是一个缩影 那这个缩影是两个国之间的问题 我们这个图我们非常的熟悉 是新约的历史观 从耶稣基督降临之前 地上的国 神通过祭司先知和我们说话 但是地上的国 耶稣基督降临之后 第一次降临 神的国已经来到我们中间 但是神的国是 将临未灵或者已然未然 他还没有完全到 所以在这段时间 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 我们都很盼望第二次降临 那时候神的国就完全到了 在这中间 我们就在这中间 两个国重叠的时候 已经降临是神都的开始 我们感谢主蒙他的恩典 保血遮盖 我们得到神的宽恕 与神和解 圣灵赐下 入住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圣灵与我们同在 是我们的保会式 教会成为神的选民 神以前选过他的选民 以色列民 失败了 旧约的时候 没有做到神希望他们所做的 在众人面前行出神的性情和样式 让世界看到神的光 然后把这个堕落的世界 挥在他的身边 我们现在教会是神的选民 耶稣的意志象征着战胜撒旦 耶稣的复活象征着战胜死亡 还没有完全到来 因为将来的时候 有很多的事情要完全 神的国要完全降临 我们现在神的国还是 一个抽象的概念 抽象的概念 没有物质的奖励 然后我们要有这个机会 我们每个人要完全的可以认识神 并且和他非常的亲密 甚至要面对面 圣灵的果子要接出来了 并且完全成熟 教会要完全活出神的品格 因为每个人都会转变那个时候 撒旦要受到审判 那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完全征服了撒旦 然后我们制许多人的复活和永生 说明我们完全征服了死亡 所以这个两个之间还是有一个过程的 那我们就是在这个区间 成为一个双重身份的人 我们是神的国的移民 我们没有人在神的国里面直接成神 我们是神的国的移民 借着耶稣 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国里的子民 我们是移民 那对地上的国来说 我们每个人都是生于私 长于私的 受地上文化的影响 受世俗文化的影响 是对于现在 我们周围还有很多不幸祖的弟兄姐妹 不幸祖的朋友们 然后我们平时还受到social media 这个媒体各种传播途径 还有听到世俗上的文化和其他的讨论 所以我们一直在受它的影响 是非常困难的 的确我们是土生土长的 地上的国的原住民 所以我们现在是两个身份 非常非常的挣扎可以说 那么这两个身份当中 比较容易 不是弟兄姐妹不努力 比较容易 维系的是地上这个身份 对不对 天上这个身份 第一天国现在还相得虚无缥缈 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 你了解天国里面的一些事情 但很多事情你还不了解 都是奥秘 第二个 关于天国 很多事情跟你太遥远 而周围很多的人是世俗的文化 世俗的背景 那你在这个中间要维系 这个就不容易 然后彼此之间还有赤力 有张力 所以这个就有点像 有些国内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小孩子非常 因为现在international 国际化了 很多小孩以前都说 国内考大学 然后再往后工作等等等等 这是唯一的条路 现在很多人就说高中的时候就想了 我到美国来上大学 这些学生就有点像我们的状况 以前他应该是想的是说准备高考 来复习 然后主要就是这个 然后如果要到美国来上大学的话 那他就目标完全不一样了 你还要学那个中国的马列思想吗 政治吗 还是中国革命史吗 可能你就不会花太多功夫在上面了 然后你要多学英文 对吧 那个语文的那个东西你可能都不一定会考 然后原来是准备高考 现在你要准备美国的入学考试 SAT ACT这些东西 所以你看目标不一样的时候 人就会有不同的需要 而且他平时的行为 他注重的东西都不一样 那个时候如果这个学生 还坐在高中的教室里 和他的同学们在一起 这一点像我们基督徒现在 就在这个世上的状况 你甚至都还不太很确定 将来是怎么样 可是你知道目标不一样了以后 你做的事情 你的优先次序 你所注重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那我们是不是很困难 在这个世上 我们是自然而然被这个世界所排斥的 我们来看彼得和约翰他们是怎么做的 彼得和约翰被释放了以后 回到自己人那里去 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一切都告诉他们 他们听了 就同心向神高声说 主啊 你是那创造天地海洋和其中万物的主宰 你曾以圣灵接着你仆人 我们祖先大卫的口说 列国为什么骚动 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 地上的君王都起来 首领聚在一起 敌对主和他的受告者 西律和本丢比拉多 外族人和以色列民真的在这层聚集 反对你所高利的圣福耶稣 行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要成就的一切 主啊 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你监察 也赐你仆人们大有胆量 传讲你的道 求你伸手一致 借着你圣福耶稣的名 大行神迹其事 他们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起来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传讲神的道 所以彼得和约翰回来以后 先回到他们的球迷那里去 不是被那对球迷包围 是自己那里去 到初期教会已经把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他们有各样的恩赐 有教导的 有服侍的 他把这些人都已经在一块 所以他们是同心合议 等待耶稣在领的这一对人 他过去以后把祭司长老所说的一切 都是告诉他们的 然后他们同心向神祷告 这个是非常 属灵里面彼此支持 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坚持下来的 这个事情 首先当然赞美主 但是后面 他们是引用了诗篇第二篇里面的内容 诗篇第二篇等于就是 人和神之间圣经所有故事的一个缩影 就是当人总是来背叛神 人总是来毁灭他的旨意 然后神就是拍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 但是他们还是背叛他 所以用大卫的口 列国骚动 君王聚集 敌对主和主的受告者 就是包括先知都被迫害 以前的祭司 现在我们的耶稣基督 然后他们解释现在的事情 为什么事情会发生 前面就已经讲了 然后真的 你看真的 在这城里面聚集 神 你所说的一切话都已经成就了 你预示了这一切 而且你的手 你的旨意 使这个事情成就 借着这些反对的人的手 所以 现在主他恐吓我们 求你赐给我们力量 兼顾我们的信心 可为我们继续在地上做见证 就是 执行你的使命 所以 这个结果就很好 虽然在这样困境当中 后面初期教会还受到更多的迫害 但是在这个困境当中 现在他们得到兼顾 他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 更加的 好 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 可以放胆去传神的道 这也是神为我们做的使命 就是地上要建立他的国 所以我们是入世而不属世的使者 这就是我们 我们基督徒 我们从前面各种事情发生以后 我们得到的一些 可能可以带回去的一些经验 或者是帮助 第一个我们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 有时候比较困扰的时候 应该用神的话 圣经 来看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并是解读发生的事情 用世上的事情去解读 可能就比较困难 因为你用世上的事情来解读这些事情 你就开始 不是用圣经的角度来看 有时候会解读错了 有时候会就是跟世上的这个 算计衡量和那些东西就有点 反而是相混 所以不能很清清明了的看到神的旨意 所以用神的话来解识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成功 所以弟兄姐妹要一起做 第二个就是和其他基督徒一起彼此扶持 互相勉励 坚定你的信心 一起走天路 要做好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尽量能够的话 经常在支持同一个球队的球迷里面 在一起 避免一个人在这个一堆球 敌对的球迷中间 这样是比较困难的 然后我们要继续被圣灵转变 我们每个人只是得罪的 被得罪神 然后现在被赦免的罪人而已 我们都还不完全 我们还有救我老我 还有这世界的印记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要继续被这个圣灵转变 我们要来影响这个世界 这是神的使命 你要传我的道 让众人可以听从了以后 接受并且转向神 所以我们要影响这个世界 而不是被世界影响 让我们来改变这个世界 而不被这个世界改变 我们一起提出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感谢你拆你的独生爱子 来到世上 为我们众人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流出他的宝血 并以此来遮盖我们众人 使我们可以与你和好 得着宽恕 将来可以重新见你的面 得以在神的国中 与你永远同持 神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这样硕大的恩典 也是知道在这个 将要神国在灵的时候 还没有完全到的时候 我们要求你的恩典 继续赐给我们 加添我们的力量 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 如何更好的借着你 奉你的名 奉你的权柄 行你的事 为你的使命而奔毛 在地上建立你的国 我们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在你的天上 看着我们 告诉我们 怎样在这个世上 做好你天国的子民 我们不属着世界 但是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因着你的大能 万事都能成就 愿你使我们的意思 清楚 知道前面的道路 求你不停地指引我们 使我们不偏左右 我们如此祷告 那是奉祖基督耶稣的生命 Amen